中山區調通一入夜立刻變成異級戰區 不少人喜歡來酒吧 小酌幾杯放鬆以下 但卻有一名知名新聞台主播的妹妹出面控訴 遭到日籍老闆很掐脖子 同事人是酒吧常客過去三年平均每個月都會光顧一次 他表示事發當下和老闆坐在沙發聊天原本還有說有笑 但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老闆掐住脖子 時候回神被嚇哭更對這家店留下陰影 評論說就是老闆會暴力 結果他後來聯繫我竟然只是我也受傷了 因為你評論一顆心 覺得對自己的行為有錯這種反省完全沒有 由於事發地點在酒吧裡面 雖然店家裝設監視器 但是屬於老闆資產 就算報警提告也未必能真正得到保障 即便這個商店的監視器 就是由加害人所擁有的 依照行事做法的規定 仍然是必須要提供出來 是不能夠拒絕提供的 而且也可以請店內的人員 來當作一個人證 來當作一個佐證 店裡面的員工也有作證的義務 對此當時店家拒絕回應 投資人最後幾經掙扎 決定不提告 衝突過程到底發生什麼事 恐怕只有雙方心裡最清楚 三天新聞正響 林俊陽心儀 台北暢報導